过去一周 习近平在北京和澳门 两次会计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对她领导的香港政府表达支持 并把澳门称为一国两制的典范 分析认为 澳门已经完全内地化 因此受到北京的青睐 这同时也再次反映出 北京无法容忍香港人拥有真正的民主与自由 周一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北京述职 受到习近平和李克强的借鉴 这是香港建制派在区议会选举中 残败以来 林郑月娥首次前往北京 习近平称 今年香港局势最为严峻复杂 并表达了对林郑和香港警方的支持 2019年 这是香港回归祖国以来 局面最为严峻复杂的一年 林郑周一回到香港召开记者会 谈到自己受到中央肯定 没有提及民众诉求 不过另一方面 由香港媒体引述建制派人士消息说 在林郑民望跌至谷底的情况下 北京要求林郑在剩下的任期内 完成基本法第23条的立法 受到外界关注 12月18号 习近平抵达澳门 出席澳门回归20周年活动 并在澳门再次的跪界临着约额 而习近平与澳门特首崔石安见面时 称称澳门政府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习近平还宣布了一系列的 扶植当地金融业的政策 称要将澳门的经济从赌场 转移到金融中心 有分析认为习近平对澳门的态度 恰恰源自于澳门政府 向中共出卖了自己原本的制度 也有学者明确指出 以北京 上海 深圳的经济规模 都无法取代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 澳门的经济结构单一 对内地有很强的依赖性 更加没有可能取代香港 习近平的表态背后 存在着针对香港的政治考量 那么在这时候 他来扶持澳门 以澳门来分化冲击香港 那么这个手段 国际上是看得很明白 中共自己也很清楚 由于澳门和香港不在一个层次上 不是一个层级的 所以这种作用呢 微乎其微 只能说显示中共 这个政策的愚蠢 就在习近平访傲之际 香港社会民主联系成员梁国雄等人 计划前往澳门请愿 但渡船公司受到当局施压 拒绝梁国雄的人等船 同时也有媒体爆出 有香港人在京港珠澳大桥 前往澳门途中 被内地公安抓捕 随后失去联络 他的亲人向香港警方报警 却不被受理 无奈之下 只好向媒体曝光 而习近平访傲期间 也有多家香港媒体记者 被拒绝进入澳门 梁国雄认为 中共里的人不能听到任何反对的声音 只能反映出他们心里的恐惧和虚弱